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聖誕假期的前後 也有不少網民發起這個和你shop 的活動 有警官對於這個現象作出了分析 就說這個和你shop 其實就是本小利大 而根據不同的數據都顯示得出 其實和你shop 已經對旅客數字和商場生意 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 到底和你shop 的威力有多大呢? 我們首先看看《明報》引述一個警官的分析 他就說到網民近日頻頻號召和你shop 的活動 他就判斷這個活動性質屬於本小利大 為什麼呢? 因為網民不需要動員或者發動大量的人力 就已經可以造成了顯著的影響 比如說組織20至30人的小隊 在商場裡走來走去 已經非常顯眼了 但是同樣的人數 如果放在旺角彌敦道 或者銅鑼灣崇光百貨外邊的 軒尼斯道的馬路上行動 就沒有那麼顯眼 而且很容易遭到人潮的吞沒 他就說到示威者如果在室內 就較易激怒警方和埋身肉搏 製造一些煽動的場面 他認為示威者要擦存在感 以及令社會和政府知道運動未死 有一班人仍然堅持 而且還有行動力量 當然他的判斷中有些偏頗的地方 比如說示威者要擦存在感 其實這些存在感 因為經過多次的遊行 對上一次遊行也有80萬人出來 所以1月1日元旦遊行 我相信也不少人 但是現在的不反對通知書 仍然在申請中 但是他所說的一個分析 又不是完全錯的 比如說他對於活動性質的判斷 他就說本小利大 到底是不是 事實上是真的 而根據《明報》引述的 Telegram 文宣群組所說 其實和你Shop的目標 只有四個字 叫做落閘轉場 即是說一有警察入到商場裡 馬上就轉場 搞多個商場比較實際 事實上他們也是這樣的目標 等到那些警察衝進去商場的時候 那些商店自然害怕就下閘 那就攬炒吧 他們示威者搞經濟攬炒 其實目標很簡單 就是要迫使商家和政府施壓 就比市民直接說好 因為市民說了大半年 政府也聽不到市民的聲音 就由你商界來向政府施壓 其實《明報》這篇報導引述的一個示威者所說 就是商家和政府說一句 就好過市民說十句 其實我也頗同意這種說法 到底和你Shop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強大的威力 我們現在一起檢視一下數據 首先根據 旅遊界的立法會議員 姚思榮所說 大陸不少的商場 都已經比香港那些大 設施也和香港商場不相伯仲 他批評市民搗亂商場 只會讓本地客和大陸的旅客 改到諸三角其他城市旅遊 他質疑為何要將香港的競爭力 雙手奉送給其他城市 這個他真的完全不明白 姚思榮議員 他聽不到市民那種歡呼的聲音 大家看看那些數據 當知道生意大跌之後 為什麼市民會歡呼呢? 正正因為你的旅客 轉到其他城市旅遊 就是減少了那些旅客來香港 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因為對於香港來說 承載能力事實上是非常有限的 你少了人來 街上沒那麼迫 聽少了那些普通話 聽少了那些大媽在那裡大喊 少了那些小蚊仔到處哀嚼 其實市民真的耳根清靜 沒有眼屎乾淨 是非常高興的 他當然是離地 聽不到這些聲音 而且他又提到第二件事 他就指出本港的酒店價格 平均已經大幅回落一半了 若示威情況有所緩和 農曆新年的情況就有所好轉 那你到底是不是暗示 即是那些示威者如果繼續示威的話 你的酒店就繼續沒有客人 即是你講話之前 就應該深思熟慮 真的 另外旅遊議會的主席王俊達 也有話說 他怎麼說呢 他說根據旅遊議會的數字 大陸來港的旅行團 在這幾個月錄得九成的跌幅 反映很多大陸的旅客 對香港實在確有擔憂 無論聖誕或者接下來的一月 都未必會有很大的改善 以往他們就用大陸訪港團作為例子 往時每天百多二百團 已經是生意不好的時間了 但是現在的情況 是每天只剩下十幾二十個團 當然 網路也是一片喜氣揚揚的呼聲 越少這些大陸團來香港 市民越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市民根本沒有享受過 這些大陸團客 或者自由行旅客 來香港所帶來的所謂經濟成果 是不是? 市民又只有什麼? 只有不斷地幫你旅遊業買單 不斷地付出成果 不斷地承擔代價 他們看到你們的旅遊業 到底是否可持續發展呢? 到底是不是合理呢? 你也要想一想 另外再看看黃李露的其他成績表 根據《大公報》的一篇報道所說 他的標題寫著 《香港賓館末日十室九空點崖》 《千間貧汁點九》 他指出一件事 尖沙咀的賓館割喉式減價 去到一舊水一晚 但是入住率仍然不足一成 為求吊命 賓館老闆無奈裁走所有員工 親身上陣洗廁所 蓋炭從未想過如此節度 其實本地的酒店入住率已經大跌了 更何況就是這些低檔次賓館 因為主要來說這些低檔次賓館的客員就是什麼? 就是那些沒什麼錢的自由行旅客 或者是那些零元團的團客 這些人全部都不來 雞飛狗走 自然沒有人進去住 這是很正常的 另一篇《文匯報》的報導 標題寫著 商戶入數無前路 黑色聖誕真太冷 在裏面他引述了 在新城市廣場相連的連城廣場裏面 由於人流和新城市相近 故此商戶生意大跌了八成 開店時間又減少了 人流又減少了 客戶消費又減少了 這就是和你賓造成的效果 但是同一篇報導 他就說到 希爾頓中心幸運得多 有些專門做本地客為主的商店 生意額升了一成 這是《文匯報》的報導 連你自己也這麼說 即是做自由行旅客生意 做團客生意 做大陸旅客生意 就跌了八成 做本地客的就升一成 很簡單 你就要把重心放回本地客 根本是營商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是注重本地人 不是全香港都是旅遊區 這篇報導我覺得頗中肯 第三件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黃藍店之間的區別 原來是很大的 我在網路最近看了一條短片 叫做一日藍絲的標題 他拿著一些支持景的海報 去到大國埃華街一帶的食肆 每一間都在購門 去問商戶的負責人或老闆 問他到底我可不可以在商店的一角 貼上這些支持景的海報呢 當然他的老闆 每個人都耍手零頭 絕大部份都是 有些人說不可以貼的 這些海報對我們食店有很大的影響 其實心想你靠海嗎 貼這些東西過來 想我的店被人裝修嗎 哈哈哈哈 接著有些人在口頭上說 我支持警察 不過你不要在我那裡貼 貼出去其他燈廁那裡 即是說我支持你 不過你不要來我這裡支持 哈哈哈哈 即是這樣的態度 即是我支持你 不過你不要拖我下水 還有些什麼 我都想幫你啊 即是說這些話 但是真是愛莫能助 哈哈哈哈 這些就是藍絲的藍店 他們對於你這些支持景的海報 原來是被知則吉的 有些店鋪直接擊飛 就說你都神經病 那當然啦 大哥 你只是在那裡貼 他就要承擔你貼海報帶來的效果 包括有被裝修的危機 或者被杯葛沒有生意的危機 那當然 不如你在自己家裡貼好 這些東西 或者出街貼好 所以 即是你對比起那些黃店 黃店你要貼什麼 連龍場 貼五大訴求貼不可 如果說貼這些心聲 絕對給你任貼 在角落頭那裡 或者在店鋪的櫥窗 玻璃那裡 同時那些店鋪 根本上一些 就不會去隱藏自己的政治立場 例如在那個打票那裡 就寫了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香港人反抗等等 這些標語下去 那對比起那些藍絲 你真的很縮骨 這些藍店 你就是深藍的 不過不要在我這裡搞 你從來沒有看到一間店鋪 那些藍店 會在那張打票的樣子裡寫著 支持警察嚴正執法 那樣沒有 做不到這種氛圍出來 或者 就不會大肆被你在店鋪貼那些 撐警海報 當然個別一兩間 上了這些黨媒的 那些訪問的除外 但大部分都是被知側吉的 其實他們心底裡都明白 根本上藍絲就不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數 在選舉結果裡頭 已經是反映出來了 更何況他們的四成當中 有些人根本就是中票中下來的 都不是在香港居住的 整家旅遊巴 載他們去票站那裡 那怎麼光顧你這些藍店呢 所以你說要去那些藍店 撐警海報嗎 那個老闆真的希望你 好行甲不送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